大家好,我是欧萱修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Widget Studio2010 益植平台开发管理 Part3 应用Tim-front-lating server build 建置Java应用程式 在今天的节目档 首先我会介绍 如何安装与设定 for Java 的Tim-front-lating server build 接着是产生对应的 Tim-front-lating server build脚本 然后进行建置 然后我会透过一个翻例的展示 来说明整个的一个过程 最后是结语 在安装与设定部分 首先必须安装的是 Tim-front-lating server build这个服务 我们可以从我们的Tim-front-lating server 光碟里面可以找到这个程式 然后安装在我们的建置主机上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必须安装另外一个 Power Tool 叫做 Tim-front-lating server build Extensions Power Tool 这个东西必须从微软的 网站上面去额外下载 来安装 然后是JDK 以及AND AND是在Java 很常用的一个建置引擎 然后最后要设定的是 我们的Java Home 以及AND Home 这两个环境变数 完成了上述的设定了以后 我们必须要产生两个脚本 一个是 ForAND的一个build script 那第二个是 Tim-front-lating server build的一个 script 这两个脚本 整个进行建置的一个方式以及产生的一个报表 基本上跟 ForDarnet的一个 Widget Studio Team Explorer的一个 方式是 一样的 接着进行翻例展示的部分 这次我们还是沿用之前的翻例 NodePay 在Equipers 它可以协助我们 去将我们整个一个 Equipers的建置的过程 产生成AND的build script 然后 产生方法很简单 我们先选择File的Export 然后选择 AND的build file 然后勾选我们的 转按 按Finish 这样就会将我们整个一个 建置的过程 自动 产生成build script 那产生完了以后 请将这个build script 拿入 我们的 安门管控 好 接下来请切换至 Teen Explorer 的一个画面 我们接下来要来产生我们的一个 build Teenfinancy build的一个 script 然后我给个名称 接下来 我们要给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是用于 来存放我们产生建置完的一个报表 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对应我们的一个 ant的build script 好 然后我们知道这次用的是ant 然后接下来他会要让你去选择 我们的那个ant的buildsml在什么地方 好 选 选择起来 好这样就完成我们整个一个build的定义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 执行 好 选择我们的build definition 好 坚持成功了 好这就是我们坚持成功的一个报表 接下来 结许 扩扩上述的介绍 我们可以了解的到 Teen Explorer Everywhere 能够协助我们产生 Java平台建置工具 ant 与memon对应的建置脚本 让Java平台的使用者 能够享受到与单内平台相同的 Teenfinance View 完成功能 今天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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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